女孩被公公按住双手 婆婆在一旁固定双腿 这一切只为强行让儿子与女孩发生关系 如此荒唐以及让人愤慨的一幕 既然是根据真实事件改变 在上世纪90年代 当时的交通以及通讯还并不发达 刚毕业的女大学生小梅 为了帮家里还清 供她上大学时所欠下的债务 她独自来到社会上寻找工作 奈何找了一个来院 也没有遇到合适的 直至她遇到一个 自称是做中草药生意的吴经理 这才让女孩一步一步地走向无尽的深渊 吴经理的助理胡姐告诉小梅 等下会有一个去乡下收药材的生意 如果做得好 能有近500块左右的收入 小梅听到如此诱人的报酬 她不禁心向神网 随后三人搭乘一辆三轮车 一路颠簸地赶往大山深处 很快他们来到一户农家 不少村民前来围观 女孩手里端着茶杯 这时吴经理告诉小梅 她要去找出售药材的老农 让小梅在此处等待片刻 直至小梅醒了过来 这才知道刚才的那杯水有问题 女孩急忙拿起包出门 可这时才发现身上的钱包 以及身份证已不知去向 小梅想要离开 可老汉却不同意了 因为她向吴经理付了7000 这是把小梅买了下来 打算让她做自己的儿媳 小梅不管如何解释 买卖人口是犯法的 可是老汉一家人压根听不进去 并把小梅推进屋里锁了起来 很快老汉家里办起酒席 小梅也算正式嫁入老汉家中 直至夜晚重客离去 老汉的儿子得贵来到小梅的房间 得贵40来岁 见这么漂亮的女大学生 她起身想与小梅洞房花竹叶 小梅拼尽全力反抗 终将是把得贵赶了出去 合手在门外的老汉 见儿子连个女人都搞不定 于是她来到房间 按住小梅的双手 同老伴一起帮助儿子 强行与小梅做食夫妻关系 隔天老汉媳妇来给小梅送饭 见她不吃不喝 于是开口劝慰 小梅不想听这些 于是把老汉媳妇赶出屋子 却叨叨得贵的一顿毒打 老汉媳妇上前劝阻儿子 而小梅抓住食鸡 趁机跑出房门 她一路狂奔 却还是被其他村民给拦了下来 下巧村里的主任在场 小梅以为是遇到了救星 于是说出自己是被迫卖到村里 主任要她拿出身份证来证明 可小梅什么也拿不出来 于是劝小梅先回老汉家中 带村委查明情况再说 小梅被再次锁在屋内 这样的生活 让她失去了往日的神色 直至家中来了几名收税的男子 小梅不停地拍打窗户求救 得贵急忙解释 自己婆娘精神上有问题 待收税的人走后 得贵进屋要教训小梅 还好被老汉媳妇拦住 这才避免一顿毒打 感觉不到生的希望 小梅终是选择了割腕自杀 还好得贵发现得及时 一家人急忙将她送往医院 这才就回小梅的性命 老汉媳妇为了让儿媳好好待在家里 她叫来两个同样是被拐卖到村里的女孩 小梅在西边洗衣服 而接下来她要做一件蓄谋已久的事情 那就是逃跑 一旁的陈姐告诉她 千万不要走大路 带着陈姐的忠告 小梅借着上厕所的功夫 立即朝着深山跑去 一旁洗衣的婆婆见儿媳不在 于是起身打量四周 陈姐借机拖延 逃给小梅争取逃跑的时间 可时间一长 终究是瞒不住小梅逃跑的事实 得贵叫上几个兄弟 一路急忙追赶 而小梅此时已经翻过大山 她在马路上拦住一辆前往镇上的面包车 可司机非要收三块的车费 身无分文的小梅被司机无情地拒绝 她继续走在路上 这时一辆三轮车驶了过来 见到车上之人 小梅却是转身拔腿就跑 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她的男人得贵 小梅被逮回村里 同时又是免不了一顿毒打 在被关的这一段时间 只有一个叫青山的小男孩 前来关心小梅 这让身处阴暗面的小梅 获得了一丝丝人性的温暖 小梅被放出来后 得贵的表弟德成来到小梅跟前 他拿来一本书 想给小梅解闷 得胜是村里唯一一个读过高中的知识分子 但在小梅这名大学生的面前 他所表现出来的温文尔雅 以及谦逊的态度 立即获得了小梅的好感 有了一次的交谈 得胜来小梅这里的几率也愈加频繁 得胜握着小梅的手 并表示自己很想帮助小梅逃出这里 但他需要想好办法 小梅相信眼前的男人 因为这是他唯一逃出去的希望 两人一来二去的 渐渐的熟悉起来 自然也就做出了出格之事 这天夜里 村里来了一支杂耍团 一众男女老少都来此为官 得胜发现时机来了 于是带着小梅来到屋里 可他并不是带着小梅逃跑 而是借机与小梅发生男女关系 老汉媳妇见小梅不在 于是通知了儿子得贵 两人在屋内完事后 小梅要求立即逃走 却被得胜以没有积蓄为由拒绝 他不断地找着各种理由拖延 实则只是把小梅当作谢狱的工具 这时得贵闯了进来 对着得胜一顿毒打 顺带地也将小梅教训了一顿 几人坐在堂屋 老汉对得胜与表嫂通奸仪式 做出两个解决方案 一是公了 让村主任来解决这件不光彩的事情 二是私了 之前为了买下小梅 老汉向得胜借了笔钱 现在就当是补偿得贵 借的钱就算一笔勾销 漠然中 得胜选择了花钱销灾 隔天一大早 她拎着行李离开了村子 小梅坐在火灶旁 将得逞给她的疏似了个稀赖 跟进灶台焚毁的同时 一同焚烧的 也是她逃出村子的希望 小梅来到村里的小商店买盐 老板见她长得水灵 不禁触碰小梅的双手 而小梅也没有任何抵触的表情 刚转身要走 她却停下了脚步 于是 开口向老板借50块 老板知道她是买来的女人 一开始不肯借 可小梅愿意用任何方式偿还 老板也明白了小梅的用意 最后用40块的代价达成交易 随后领着小梅走进小屋的黑暗之处 隔天一大早 有了路费的小梅 再次选择出逃 可她还没跑多久 却被老汉媳妇发现 此时 小梅再次翻过小山 来到马路上 这次拦住面包车 顺利地搭乘车辆 来到小镇之上 接着搭上离开小镇的长途汽车 可汽车还没驶出小镇 便被赶来的德贵给拦住 德贵上车后 再次将小梅给捉住 一旁有乘客想阻止 却被德贵等人给呵斥地不敢作声 小梅死死地抓住汽车 可其余乘客 并没有一个赶出来阻止之人 几人把小梅抬上三轮车 这时一名交警赶了过来 德贵还是老套路 说自己婆娘脑子有问题 这才让这名交警不再过问 被带回家后的小梅 依旧是不死心 她开始用写信的方式来通知家里人 她现在每天都被关在小屋里 老汉媳妇问她 是不是两个月没有来立驾了 小梅摸了摸肚子 这才发现已经怀有身孕 她边哭边捶打自己的肚子 老汉媳妇拉住小梅 见阻止不了 于是给小梅跪了下来 这是求她不要伤害肚子里无辜的孩子 小梅哭着坐了下来 这下她不得不为孩子考虑 随着日子的过去 她的肚皮也渐渐鼓了起来 这天 她见全村唯一真正关心她的小男孩 正独自背着一捆台 于是上前询问小男孩 为什么不去上学 逆听是男孩的爸爸没钱让孩子读书 小梅思索片刻后 她让男孩每天来她这里 她要教男孩读书识字 之后的每天 男孩都在她这里写作业 一同的还有其他几名小孩 时间转眼又是几个月过后 小梅顺利地生下一个男婴 这也让家里放松了对她的看管 可她并不选择逃跑 而是选择不停地写信来通知家人 可她并不知道的是 数封求救信 都被邮递员私下还给了得贵 换来的是一些山货和一只老母鸡 这一幕被小男孩发现后 她悄悄地将这事告诉了小梅 听到事情的真相 小梅整个人都不好了 小男孩先是安慰她 随后要她再写一封信 她亲自到小镇上去寄 小梅抚摸男孩稚嫩的脸颊 在阳光的折射下 她的嘴角也露出了一丝欣慰之色 信寄出去后 村里来了一辆警车 两名公安带着一男人来到村里 小梅抱着孩子走了出来 男人走到小梅跟前 看着已经大便扬的女儿 她轻轻地喊出女儿的名字 小梅只是平静地说出 你咋才来 随后带着小梅离开了 这眼如梦眼一般的村子 这部电影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据说全片的演员里 只有小梅是唯一一个职业演员 其他都是由村里的村民所扮演 比较特殊的是 其中的一个片段里 两名被拐来的女孩想安慰小梅 站在后面的这名演员 既然是真实被拐卖到村里的女孩 女孩被拐到村里 生下孩子等于落下了根 即使是回家 也会被人瞧不起 他们有的也会放不下孩子 最终依旧选择回到村里继续生活 这部全程看完都非常压抑的电影 却是有两个不同版本的结局 而我们最希望看到的 就是女孩能被顺利解救出去 电影反映了人的劣根性 同时也表现出一种陋习的可怕之处 当大家将一件事情习以为常识 即使知道她是错的 可依旧没有任何人出来制止 而小梅之所以步入深渊 原因也在于 她对金钱的盲目追求 以及亲信他人 最后 拒绝得了诱惑 才能守得住自己 感谢观看